大家好 跟你分享Bella Ea的属灵生活 生活属灵 今天就是要有人提問就是 怎樣做事不要延宕 就是 其實我還蠻會延宕的 叫我講這個 有點不大適當 但是我還是講 喔 這個後面是我們畫的 就很多地方 最下面很多地方 它好幾層 就很多小的chapel 這個不是重點 好 那我們重點就是 怎樣不要延宕的事情 就像我來這邊畫神像畫的時候 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我要錄多少靈修生活的影片 100 我是估計100 現在已經錄了大概20集 反正錄得蠻快的 然後 所以我就至少進度 有維持到沒有延宕 還有另外一個我還想做的 就是這邊也有圖書館 離我房間很近 我打算就是半夜吧 去拍照 因為白天時間 很少時間 像現在 因為等一下要吃飯嘛 所以現在休息 然後晚上的話 可能沒人 但是又怕那個靈修女那邊很近 我開燈的話 會影響到他們 我還在想 那那邊的書 我就算好 就說 哪一天到哪一天 就是裡面的那個聲像畫 我覺得就是 我需要用的 或是實用的 我就會給它拍起來 不可能全部拍嘛 全部拍拍不完啦 那麼多 然後我就 我可能會這樣子來計畫 所以我覺得你事情不要延誕的話 你就是要有計畫 那你有計畫 你當然要執行 那首先 我個人計畫不要太久 因為計畫太久 你通常不會 就是你做一點 沒有達到你就放棄 所以你把它弄成一個短時間的計畫 那所以這樣比較容易達成 就像我的那個 教會有一些信徒 那我有給他們屬靈作業 有的是跟我要求說 他要做屬靈作業 那我說好 那我出給你 那有的是我跟他講說 你要做屬靈作業 那通常都是有期限 他們會交給我 那有兩個 都比較準時 那還有幾個 有時候都不準時 都過期 快過期 還沒過期之前 我就會通知他們說 快點教喔 怎樣怎樣這樣這樣 然後他們大部分都會跟我講說 最近工作很忙啦 什麼學校的事情啊 反正一定有理由的 可是其實我跟你講 我給他們的屬靈作業 就是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 你知道 那一次的作業 大概多久就可以做完 不用兩小時就做完 因為我自己有先做過 根本可能連一小時都不用就可以做完 所以是很輕鬆 但是我想要給他們更多 但是他們就是拖到最後幾天 對 這個影片就是給你 對 你就是對號入座 就是你 你旁邊的人 對 就是你沒教 好 看完要教 記得要教 可是這個要我回台灣的時候才會放 記得要教 對 就是你 然後你不要笑 你就是常常拖延 好 那就是你要有計畫 那你 你就是趕快把它做完 可是你有時候說 我就是沒做完 沒做完其實也不會怎樣 有時候確實是這樣 但有時候沒做完不會怎樣 表示那個根本就不重要的事情 可有可無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刪掉 那個根本就不用寫在你的計畫之內 因為有些事情你可能寫了十樣或八樣 那你做了兩三樣 可是你發現那兩三樣根本就不重要 有做沒做都無所謂 所以那根本就不要放在計畫裡 可是有些是很重要的 你反而不想做 你反而不想做 你一直拖一直拖 所以你一定要開始做第一步 做第一步的時候你就會